真的假的 會斷電啊 會斷電 自動斷電 就11點不管怎麼樣 我還沒那麼老 就是11點如果不讓我到床上睡 有地方坐我就睡了 我就不管了 不管你去哪裡都睡這樣 對…就坐就可以睡了 但是是睡得不舒服的 因為還是會被人家叫起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紀到了的關係 就是時間到他哪裡都會睡 但是我真的可以坐在沙發上 大概晚上10點 11點 我跟你講 手上還拿著一杯紅酒 然後看著電視就 就是 就時間到了就會很想睡 然後盡量什麼事情安排 回家就不要在外面 如果真的 比如說朋友Party生日的話 就會跟幾個重要的人物 打個Pass就是知道說 差不多要回家 對…我不要再破壞人家氣氛 就自己就先閃了 對啊 對啊 叫一幕起來多了 那除非是喝嗎 喝多了 對 如果不然好好的人 應該清醒 11點睡 叫一叫就叫不起來 那就真的叫不起來 有室友一定比較難睡覺 因為兩個人 三個人結伴就開始聊天 對… 對 我剛剛 Oh my God 其實大概 他們三個練到有點誇張 現在專門就是有節目幫你們安排 趙哥 你加一下他的臉書 他都在偷偷關注我的臉書 每一篇他都在按讚 真的 對 因為真的練得不錯 有機會看一下… 對 但是真的 現在如果不到兩三點 真的就是睡不著 那你們幾點起床 可能中午或下午 以前 現在是比較老了 可以中午下午 但是以前 天啊 真的 就是我起來是天黑 我是到底是睡了一個小時 還是睡了12個小時 你知道是時鐘 到底是繞了一圈還是怎麼樣 我從來都沒有辦法睡這麼久 對 然後之前還可以都不睡覺 到早上10點 然後就去工作 然後工作 等等…到天黑 然後回去 然後可能再睡個兩三個小時 起來10點了 好 出去Party了 對 我真的很搞不懂就是 台灣人的宵夜這個習慣 真的不懂 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日本沒有吃宵夜 有啊 不是… 沒有嗎 沒有…那個是 為了喝完酒的人在… 那個燒肉店開到多晚啊 開到早上 沒有 那個是只有 你們東京歌舞伎廳裡面 有一種專門的店就是 他給你啤酒 一個人是多少錢 然後他會給你擠盤小點心 對… 就只有這樣子啊 就是宵夜啊 不是… 因為台灣人是就是為了宵夜 就是他別大家擠 像我們日本人的話 就是喝酒 然後就是喝完 就只要大家一起過去 所以就是我們基本上吃的 跟餐廳有點像 但是台灣就是宵夜啊 夜市啊 太多東西 我也是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就是想要睡覺嘛 然後就是我的環境 台灣人不讓我睡 大概3 4點 我的室友回來了 然後我住那個河市 在客廳旁邊 所以隔音不好 然後就聽很吵很吵 我說什麼東西那麼吵 我一打開那個門 我沒有騙你 我房間有8到9個人 在我客廳裡面 只在大吵大鬧 然後我就過去 我說 怎麼那麼多人 他說我剛剛在那個 夜店認識的 我說你都認識嗎 他說不要問我名字 剛認識了 你們現在年輕人玩這麼大 好精采喔 對啊 剛認識帶回家 台灣人啊 台灣有這個 台灣有夢多你在說什麼 沒有…說台灣人 你都認識人就馬上帶回家 我哪有 那不然你剛剛為什麼說 對對台灣人就是這樣 不是啊 因為我朋友都這樣子 不是我 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我 真的 都害我們睡不著 所以我覺得你們的居住環境不好 剛剛這樣子講是沒有錯 因為那個台灣的那個人數是太密集了 其實我的問題是說 我那時候是組在五分埔那邊 然後我白天 那邊是真的比較複雜 對 因為問題就是說 大家都是很晚才下班 所以其實他們下班的時候 就不可能馬上去睡覺 那時候我在白天一直在腳鼠 晚上一直在一個Bar 做Bartender 那根本就變成說 完全沒有時間睡覺 因為從那邊睡覺的時候 然後陸下的人或是陸上的人 還在那邊打麻將 真的會變成說 我覺得我睡眠不足的時候 就記憶力變超差的 我還有一次 因為這樣子的問題啊 我去教書 然後回家 好像真的 剛才到那個窗上那邊 鬧鐘就響了 我就醒來 現在邀請哪裡 要去酒吧上吧 就跑到那邊去 然後那個 因為那個地方比較小 所以 客人要打到幾點 都打到幾點嘛 我們不能早點打烊 那 很不容易回家睡覺 樓上的人就在打麻將 這根本就是 沒辦法睡覺的那種感覺 然後 好不容易就睡著了 下午就醒來的時候 然後就想說 已經三點了 我那個上班遲到 我要跑去那個 那時候在林口上班 就錶車到那邊去了 就發現我那個 不習慣的那個 鐵門已經關了 就他說 怎麼回事 我說很不好意思 我因為就是 真的錯過三半的時間 就一直狂大電話給老闆 老闆說你瘋了嗎 我根本就忘記是星期七 太…就睡著了 睡眠不足會這樣就對了 對 真的 我有類似的故事喔 真的嗎 不是禮拜天 可是就是我 我可能沒 因為有一段時間 可能要早上要起來 然後晚上很晚睡 因為台灣朋友可能會 是要跟他們聊天什麼什麼 所以我睡到超累 就是可能有一天我 可能凌晨三 我起來 我以為我睡過 我那個鬧鐘 我看到時間 我好像是八點半 我說 不… 所以我很快就準備 然後我快要出發 發現天黑 我說為什麼天黑 我看時間清楚一點 八點跟三點 其實指針差滿多的耶 沒有 你剛剛可能少一半嘛 對 這少一半 所以我就 因為我要戴眼鏡 所以我起來不會戴 所以我看不清楚 所以我以為是要 我跟你講這所有的根本都是 自己你們不愛睡覺 關我們台灣什麼事 對啊 就是因為你們 你們那個生活習慣太亂啊 你可以離開台灣 你不要那麼痛苦 你趕快走 機票我給你買 各位一起去玩 你就三點走吧 紐西蘭貴一點喔 沒有 但是我們 有時候已經習慣 台灣的那個tempo 跟那個熱鬧的地方 你會覺得 去到國外 好像沒有夜生活的地方 就覺得很無聊 真的 真的 台灣真的是寶島 對 你真的離開台灣之後 你就會發現是什麼都沒有 沒錯 沒錯 我那時候去LA 然後我那時候心想說 哇塞 LA那個夜店 然後不一樣的人 我要去認識很多不一樣的文化什麼的 差不多晚上八點吧 就是吃飯的時候 朋友就會跟你講說 而且都是去朋友家吃飯 餐廳很少 因為他們去餐廳 大概吃到一定的時間 他們就會last order 然後就算去夜店 最晚出來也是兩點 而且那時候比如說有開 因為他們要開車 他們那邊很不愛坐計程車 所以比如說有誰要開車 就要點放 就每一個人這樣一個一個放 所以你坐到回家 其實你基本上 你平常都在坐車 你很少真的是落地 然後可以玩 然後包括連喝酒也很貴 所以我就覺得在國外 像我去LA 我就會覺得很失望 我想說好像 應該去紐約 紐約我也去 紐約好玩多了 後來有去 那俄羅斯呢 俄羅斯有夜生活嗎 應該說 不是 不要亂講 他是去宣教的 他怎麼會告訴你 有多好玩 宣教可能白天嘛 晚上當然大家出去走走看看 有沒有夜生活 應該說那邊是比較 七八點以後就很無聊 因為我們去的那個時間都天氣冷 你那還是大城市耶 對 我就先講講 因為去那邊大城市 我們是派到營會去 所以比較不會感受出來好不好玩 倒是去那個叫什麼海森威 我們在市區裡真的很無聊 可能第一個 因為那邊英文是不大好溝通的 他們還是用俄羅斯語 然後那邊也有朝鮮族 就是北韓的 也有中國人 所以那邊人 人總是稍微複雜一點 可是 因為語言上的溝通 你沒辦法溝通 所以看得到一些店 但是你不知道那個店是幹什麼的 它全部都寫俄文 你沒辦法那個 可是你很明顯看得出來 車上的人跟那個車子真的不多 七八點以後 真的就沒有什麼好熱鬧的 百貨公司都關啊 關很早的 那真的很無聊 你不要這樣對啊 是因為知道你 而且有沒有 噴死他啦 那義大利呢 義大利是非常非常無聊的一個國家 你們白 這會無聊嗎 因為我看 我又要講托斯卡尼亞 可以... 所以我剛剛說 你們覺得很浪漫很漂亮 對啊 可是都是假的 相信我都是假的 我台灣朋友去義大利就覺得 蛤 就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晚上我們大概九點吃飯 吃晚飯 然後我們大概吃兩個小時 吃到十點半十一點這樣子 那你也知道 就是到十點什麼都沒有 因為所有的商店 他們是傍晚六點就關門打烊 那所有的餐廳呢 餐廳 他們大概是八點半 Let's order 然後九點就打烊 唯一剩下來可以做的東西 有三件事 第一...對不起 第一個就是 那個Bar 應該是Bar很貴 酒吧 酒吧都有...另有一個目的 就是可能要... 可能就是要找另外一班 或是亂高的人 他們才會去酒吧 去另外的服務就對了 對 沒有純... 沒有純... 就是純粹跳舞的那種酒吧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 我真的要你喝一醜 喝到一家一口 搓滿了一口 就吃一口 那天會來不吃藥 如果你都放在那裡 在那裡喝一口 要不吃了 我那邊吃的酒吧 我都沒喝一口 我呢